大家好,我现在哈尔滨的松花江边 今天决定坐船去对面的太阳岛 走,我们出发吧 往前走,距离前面那个码头还有200米左右 它这个船票分为35和10块的 35就带你游40分钟 10块的就是直接到对面的太阳岛 已经上船了,马上就要发船了 先看一下江边的风景 看一下宽阔的松花江 对面就是太阳岛 哇塞,船开起来会更加的漂亮 对面正好来了一艘船 一帆风顺 这个应该是35的那个票价 他们可以游40分钟 基本上把这个松花江 以前好几个大的景点都能游到 这个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体验一下 非常好的 又来一艘船 这一回近在眼前 这个晚上有夜景 这个灯光肯定更好看 迷人的哈尔滨之下 晚上不知道跑不跑船 反正白天肯定是在多跑跑的 他们这些都是长途船 沿着松花江岸边一直往前跑 已经开船了 现在马上要经过过江所到的下面 我以为它是直接到对面的 结果它不是 它往下游跑 哦不对这个方向是上游 但是这个太阳岛的最佳的景点都在我的右手边 前面大概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 但是它往下游跑的话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那我等一下再回来嘛 这个要看情况 因为这边的话 我不知道它往哪边走 看一下这个锁道 好高啊 大约70米那么高 这个锁道没能体会到 今天没能做到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看一下对面的城堡 船终于开始准备掉头了 要往对岸走 刚才走了大概有一千多米了 从这个方向能够看到那个过江所到 还有远处的江桥 那个江桥的话 等明天一定要去哪 一定要上去走一走 那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 看一下这边的码头 非常多的游船 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的 哈尔滨的这个松华江可玩性 比外滩要高得多啊 它既有过江所到 又有游船 然后这边还有江桥 可以走到江中间来 这个可玩性 目前在全国 我是感觉是最好的一个了 等以后到重庆 看看那边会不会也是这样的 因为它也有过江所到嘛 准备靠岸了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排队 准备上船了 我是第一个下船的 回头看一下 这边是码头啊 穿上人差不多坐满了 赶紧抓紧时间游玩一下 然后再坐船返回啊 岛上的话 就是这样一条环岛的路 然后有很多这样的漂亮房子 必须要坐观光车 你才能把这个岛上全部游完 要不然就是你 推脚特别好 你可以在这里跑步 一直跑 这边发现了一个景点 那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啊 这是离我码头最近的一个 因为这上面还有个东北抗年纪念园 那个离我这里还有点远 我们就先走到对面来看一下 这个河道应该也是通松花江的 这个桥挺有意思的 它是浮桥 下面都是船 岛上是免费观光的 就做一个十块钱的游船就可以了 那个游船 它是绕了一大圈圈 最后还回到了对面 所以说那个十块钱还是值得的 这个对面是一个圣青灌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始建于1915年 以前是一个私人的宅院 后来改成了这个道观 我们简单的参观一下就好了 岛上的话要是有自行车骑 可以环岛转一大圈 把每个今天都跑道 光要走路的话 这不太现实 我们还是坐船回去吧 回去的时候船票是两块钱 非常快 直接就到对面了 所以说这次速度应该会快一点 回去的时候船是比较快的 人上的也特别的快 两块钱直达到江的对面 来回坐船等的时间的话 大概不超过一个小时 因为游客量特别的大 所以说坐船过江的话 还是比较快的 如果坐索道的话 来回要三个小时 所以说还是放弃 不坐那个索道了 然后从我这个方向 能够看到三个桥 最近的这个是江桥 那边那个钢拱是高铁大桥 远处还有一个斜拉索 那个公路大桥 等有时间的话 我要去那边去看一下 已经快到对岸了 看一下这边的码头上 有好多的游客 在江边上看风景 他们在看我们坐游船 我们在欣赏他们 我们拉近看一下江边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中央大街 靠近松花江的这一面 所以说那个中央大街 是非设计的特别好 它走到头就是 这个松花江边上 然后人们就可以到 江边上来游玩 可以坐游船 也可以去江桥 也可以坐索道 所以说这个松花江这边的 可玩性 目前全国发现 是最高的一个地方了 还没有发现 哪个地方比松花江 哈尔滨这里更好玩的 目前还没有遇到 以后游玩到重庆再说了 听说它那边 也是有过江索道的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